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步入大数据的时代 步入大数据的时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信息技术和分析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 就表明我们今天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个数据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在人类有记载历史开始 到2003年 整个我们人类历史里边积累了多少呢 是五百个五十亿个Gigabyte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但是呢在1921年的这个 在1921年里边 同样这个数目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在两个月两天的时间里边就积累下来了 到2013年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呢两天的时间就缩短到十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 你可以想见的话 在任何行业里边 我们今天实际上都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怎么样去收集这个数据 更重要的是说怎么样去分析这个数据 找到对客户的洞察 然后应用这样的数据来指导我们的营销过程 我觉得这次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挑战 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证据表明呢 那么企业能够很好应对这些挑战的话呢 他们确实受益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企业不能应对这样一些挑战的话 他们可能就被甩在后边 甩在后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今天企业确实都在拥抱这个大数据时代 实际上昨天你看我们一天的这个讨论过程中啊 从这个Lenovo到这个McDonald 他们都是确实在营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 去了解客户 去利用大数据进行这个营销 实际上你要看看我们这个营销这个行业里边 我们所面临的大数据啊 是真是各种各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这个销售的数据 有这个客户在网上浏览的数据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样些这个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营销人在做些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说我我想的话 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话 经常关注这个营销方面的研究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实际上做营销的人呢 一般是在这个大数据是在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做这样一个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大数据啊 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的了解每一个客户 然后我知道每一个客户的这个偏好 它的购买行为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在很多情况我们也知道 一个客户对我们这个企业的利润的贡献的大小 到底有多少 这样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 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可以就是把所有的客户通过大数据的这个描述 然后来给他们排排队 排排队以后你就会发现呢 有些客户对我们的利润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有些的客户对我们的利润贡献呢 不是那么非常的大 那更有些客户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利润是带来损失的 因为他们这个我们服务他们的成本非常高 他们对我们的提供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客户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排队 实际上这个排队排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我们实际上是我后边讲的这个内容 要跟这个跟这个跟我们这个数据有关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例子 可以开口一下我们这个很多企业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 经过对客户大数据分析以后 我近距离了解了客户 了解了客户以后 我发现呢 你看有些客户对我来讲的话 利润贡献非常非常大 好比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客户有这个两个客户 这两个客户的每一个客户对我的利润贡献是多少钱 那是十块钱 这是简单举个例子 主要是把这个结构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些客户的话对我来讲的话呢 又不是那么太好的客户 这些人呢可能数目还非常多的 比如说有六个客户 这六个客户里边的话呢 对我每一个客户对我们的利润贡献是多少 是两块钱 那么还有一些客户是什么样子 他是属于这种这个不好的客户 我们好比说有两个不好的客户 这两个不好的客户的话呢 我们在每一个客户上呢 丢失的利润是多少 是两块钱 好比说是这样的一个图景 对不对 在这样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我们在做一个客户关系管理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我们营销行业里边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文章 都建议企业怎么样去做呢 第一个你要提高你的利润的话 你应该尽量的在这个好的客户上进行投入 对不对 你要维系这样一些客户 得到更多这样的客户 你可以想见如果我可以得到更多这样的客户 我可以维系我现有的这样一些客户的话呢 我的平均利润肯定是上升的 是不是 然后呢你看对这些不太好的这样一些客户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在这方面投入应该降低 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 降低我们成本以后来可以增加我们的利润 对不对 更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 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就建议 你看我们要如果把那些这个在我们利润上带来负利润的这样一些客户 如果把他这个把赶走的话 你好比说 或者会减小这个数目的话 你看我们的利润也自然的也就上升了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搞这个CRM的时候 经常的话呢 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一个一套思想 对不对 你看所有的一些文章 很多的这个书籍里边描述我们在这个CRM上面的这些做法的话呢 都不超出这三种做法 对不对 得到更多好的客户 然后把这些不太好的客户的话 我这个投入降低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我的成本 把不好的客户的话 我尽量要减少他们的数目 如果而且在很多可能的情况下呢 我还不要服务于这些客户 把这些客户赶走的话 你看我的利润就自然就上升了 实际上是一般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我之所以研究这样的一个课题 原因就是我在想啊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客户 我们老是为这个好的客户去服务 这坏的客户好像没有原因为他们服务 这一点好像我觉得心理上也有点过于不弃 对不对 我实际上是来自于 最早是来自于社会的低层 可能最早的话也是一个坏的客户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要想一想的话 这个坏的客户有没有他存在的原因 对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对一个坏的客户你有没有服务于他们的这样一个原因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理论研究的时候 当时考虑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有很多企业的这个实战的这些 搞这个顾客关系管理的这些专业人员啊 也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看过去我们把坏的客户平气掉以后 但发现了我们的利润并没有上升 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利润是下降的 他们也开始有些困惑 为什么你看明明非常有逻辑性的这样一种做法的话 最终没有得到我们所期望的这样一个结果 原因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我这个研究课题里边一个主要的内容 实际上我下边讲的这些内容啊 都和什么呢 和我这篇文章 马上要在这个 这个Management Science发表的这篇文章呢 实际上是描述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文章是我们有好几个合作的这个伙伴啊 讨论这样一个课题 实际上你要仔细想一想的话 这个坏的客户来讲的话 对一个 对一个企业来讲 可以起到很多好的作用 尤其是你要我们的数据很大的情况下 把我们的客户放在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边 你再去看我们这些客户的话呢 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服务于这样些坏的客户 有哪些原因呢 你比如说 我们要如果把坏的客户这个赶走的话 那肯定的话 你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公关上的麻烦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客户肯定会抱怨 他们去抱怨会引起媒体的关注 媒体关注完了以后 会给你带来很多公关的麻烦 对不对 这肯定是可能是一种想法 另外一个你可以想见的是什么呢 就坏的客户的话呢 他搞不好慢慢就变成好的客户 是不是 这有一定的时间段落里边的话 可能是坏的 比如说学生 学生的话 他可能对一个这个信用卡公司来讲的话 不是一个很好的客户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大学毕业以后 你比如说我从复旦毕业以后的话 我肯定收入就很高 收入高了以后 他变成好的客户 那你如果现在把他们聘弃掉以后的话 你可能想见的话 将来他不一定会 会跟你在一起 这个用你的这个信用卡 对不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能还是要留住一些坏的这样的一个客户 更重要一点的话 很多人就会马上会想到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在这个社会交际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的话呢 那你的坏的客户的话 他可能有些这个跟我们一些好的客户是这个朋友 对不对 他可能影响我们这些好的客户的购买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还不能把这坏的客户拼击掉 对不对 更重要一点 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坏的客户虽然他们很坏 但是因为我们人数很多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规模效应 这个规模效应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 从而使得我们在整体上的利润 可以有一定的提升 对不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坏的客户我们可能也不能把他们这个 把他拼击掉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想啊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加根本的一个原因 那就好比说 我这害坏的客户就是一个坏的客户 他从来也不会变成一个好的客户 他也没有跟我们的好的客户是这个朋友的 他也没我们在整个行业里边也没有微谋效应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说这个坏的客户我们就不应该留住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研究的这样一个课题啊 这个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实际上你要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仔细想一想的话还真是有好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作为企业在今天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可以近距的了解每一个客户的偏好 我知道每一个客户对我企业的利润贡献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保留坏的客户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 从一个这个法国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笑话开始说起 这个很早以前说我 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说什么呢 就说是这个说这个俄国的这个总统普京啊 他这个有十个克格勃 作为他的这个保安 作为他的保安 在这个十个克格勃这个 这个保安里边的话呢 有两个是双重间谍 但他不知道哪两个是双重间谍 你可以想见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对不对 你的保安里边十个人都是你的这个 你挑出来的 挑出来后其中有两个是这个双重间谍 但你不知道哪两个是双重间谍 对不对 更重要一个更重要一个尴尬情况是什么呢 当时就讲说法国的总统叫Sherak Sherak这个总统的话 当时有这个十个勤妇 这十个勤妇里边有两个有艾滋病 他不知道哪两个有这个艾滋病 这就是非常更尴尬的一个局面了 是不是 你有十个勤妇的话 你看两个有艾滋病的话 你看你怎么办 你的行为肯定要非常非常的简念 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简念 这个实际上就描述了我们在做这个客户关系管理里边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对不对 我们有好的客户 我们也有一般的客户 我们还有坏的客户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的情况下 我们就出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Sherak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见 这个客户关系管理 我们大数据呢 就确实可以帮我们的忙 为什么可以帮我们的忙呢 因为我们马上可以知道哪些是我们的好的客户 哪些是我们不是太好的客户 哪些是我们的坏的客户 你比如说这个Sherak这个总统的话 他完全可以在这十个这个情妇里边做这个CIM 对不对 他做这个CIM就知道哪八个他是健康的 哪两个他不是健康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见的话 他就可以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 对不对 对这个健康的这个情妇 他有采取一套这个措施 对那些不健康的两个情妇的话 他采取另外一套措施 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学术界 给这个企业提供的这样一个资讯的 这个思想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好的客户 咱们给你保留下来 不好的客户的话 而且更重要你要把他什么呢 把拼弃掉 咱们干脆这两个就不是我的情妇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种情况 你马上就可以想到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一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这些情妇他都不是很专一的 对不对 他如果非常专一的这样一个 这个女士的话呢 他肯定不会是当情妇 对不对 而是你也可以想见的话 这个法国这个男士的话 他也不是很专一的 对不对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去勾引这个总统的这个情妇 是不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我们做一个企业 在一个竞争环境里边 对不对 你可以想见什么 很多人想挖我的好客户 对不对 就有点像这个男人 他们这个法国男人 在勾引这个总统的这个情妇一样的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 说这这种环境下边 你可以想见 如果真是这个 这个希拉克的总统啊 按照我们这个建议 你把这个坏的这个情妇的话 平起掉 对不对 留下这八个好的情妇的话 你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那肯定那很多的男士 都会来勾引这个希拉克的这个情妇 是不是 因为我就知道 你这八个情妇肯定都是非常好 都是非常健康的 对不对 说的话我肯定要来勾引 勾引这些情妇 但如果我要知道 你还有两个有艾滋病的话呢 你看他就不敢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好的坏的呀 它都是相对的 是不是相对的 实际上你要说更好的去 从这个好的客户里边 摄取这个利润的话呢 你还真要保留一定坏的客户 你保留一定坏的客户 原因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因为可以降低 我们在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力度 这样的话 可以竞争对方提供这样一个动力 因为不要去挖我的客户 你挖我的客户 你搞不搞的挖的是坏客户 对不对 你要如果完全都是好客户的话 咱们随便一抓 肯定要把你的 先要到你这儿抓你的客户 你比如像我们的复旦大学 我们的老师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老师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知道 复旦的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的话 你随时要找老师的话 咱们到复旦去挖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 但复旦里边 好比说也埋藏几个坏的老师的话 是不是 没有 我们在座都是好老师 有些坏老师的话 你可以想见的话 我要去招的话 我还真要掂量掂量 对不对 咱们不一定是 就是随便去抓了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讲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样一个道理 这个引导下的话呢 实际上是就隐胜了一个新的战略 一个竞争的战略 这个竞争战略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战略 当然就是从我们这个理论模式里边 你把它描述出来的话呢 显得比较新 因为过去的话 在理论模式里边没有讨论这样一个竞争策略 这个竞争策略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叫这个按照这个西方说法叫poison the well poison the well 你不像过去的话 你在这个古代打仗的时候 对不对 人家这个进攻的部队来了以后的话 你要让他走得更慢一些的话 一般做法是什么呢 咱们在井里边投一些这个毒药 对不对 投一些毒药以后 你可以想见的话 他走的话 他没水的话 他就走不动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竞争的对方的这个进攻的速度就降低了 对不对 国内实际上有很著名的这样一种说法 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掺杀子的这种做法 对不对 我掺一定杀子的话呢 你可以想见的话 我可以降低竞争对方 挖我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动因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而且我个人在小的时候 我也记得很清楚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这个吃东西很少 你比如说我们吃饺子的话 在家里边啊 包一顿饺子的话 一年里边也包不了几次饺子 包不了几次饺子的话 我想多吃这个饺子的话 一般做法怎么会 咱们咬一大碗 咱们吐吐沫 吐到上面 吐到上面就没有人吃了 就是我的了 是不是 得有这个道理 所以的话 这个我觉得呢 在这个竞争场合里边的话 进化我们的这个客户群 并不是一个客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讲 讲这样一种道理 那么讲这样一种道理的话 大家可以想的话 你说这个对我们营销行业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指导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指导意义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个指导意义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过去我们搞这个营销的时候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对不同的客户群进行这个细分 而因为客户群之间的话呢 没有这个有机的联系的 对不对 好的客户就是好的客户 不好的客户就是不好的客户 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好的客户留下来 把坏的客户听起出去 对不对 我们一般思想是这样的 但现在你发现呢 实际上从我们这个理论这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 我实际上是走到最后一页 从我们这个理论这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个客户之间 它是有一定有机联系的 对不对 你要是从你的好的客户里边 更有效的去获取利润的话呢 你还真要保留一定坏的这样的一个客户 你有了一定坏的客户以后的话呢 你可以想见 我可以降缓这个市场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以后呢 我对在好的客户里边获取的利润呢 就会更多 那就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传统的描述一个客户的这个 对我们企业利润贡献的这样一种做法 你比如说描述我们这个客户的终身价值 这种做法就非常不可取 为什么不可取的话呢 你要说这个我把这个客户的终身价值描述出来 他每个客户给我的利润贡献是十块钱的话 这十块钱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坏的客户 对不对 你要把这坏的客户平息以后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拿不到十块钱 那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描述这个客户价值的这种方法 实际上过发大了好的客户对我们的利润的贡献 更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 他这个降低了 实际上是人为了降低了这个坏的客户对我们的这个利润的贡献 因为他没有想到坏的客户的存在 可以在市场竞争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 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这是其中一个重要道理 第二个道理 我觉得还更重要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你看过去我们在搞营销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市场细分 对不对 市场细分然后搞这个所谓叫目标 这个目标销售 搞这个目标销售 实际上你要是从这个理论高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这种做法也不可取 也不可取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这个营销我们这个客户啊 实际上是讲的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个组合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金融市场里边呢 搞这个股票的组合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在这个股票市场里边我们经常讲的是讲的这个portfolio 对不对 讲的portfolio 但实际上在营销这个行业里边 我们也应该开始讲这个portfolio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在大数据时代里边 你知道我的客户 我也知道你的客户 我们都可以收集很多的信息 近距离去了解所有在市场上这样的一些客户 你了解这样一些客户以后 你会发现什么呢 确实各种各样的客户 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想见的话 我们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就应该追求的是最优的客户的这样一个组合 对不对 就optimal这个portfolio customer portfolio 你要追求这样一个最优的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的这样一个组合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营销这个思想的话 我觉得是向前走了走了一大步 是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过去建议这些这个企业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你看我们这个策略就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不一样就不是告诉你 你要越多好的客户就一定会是越好 而且呢就越少的这个坏的客户 一定就是给企业带来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是更重要的是要建议这个企业 去有一个最佳的这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实际上这个客户的组合你会发现啊 这个最佳最佳的这个客户组合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是跟我们在什么行业 企业竞争的这个互相之间竞争的力度关系非常非常大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垄断企业的话 对不对 我就独家一户的话 我可能就不超现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像在这个森种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边的话 这个互相之间这个竞争非常剧烈的情况下 可能我就要操心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得要有一定的这个对这个客户这个最佳组合啊 要有一定的考虑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研究过程中呢 提出的一个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今天我们下来来